現在我們要看是CAMBA也可以做線上簡報跟互動 那剛剛提到在這裡 我線上簡報就這樣看就好了 不是不是 我們如果老師你有雙螢幕的時候 這個時候就會比較好用 您還記得可能之前 我們疫情期間老師遠距上課的時候 我們等一下同學討論一下 要不要倒數計時 比如說給同學五分鐘 大家討論一下 那你可能就要準備一個倒數計時 不被人家的無關 然後互動提問他也有 當然這個前提是要在兩個螢幕之下會比較OK 因為一個螢幕就 反正一眼就看完了 我們來試看看 從這邊你看上面這裡 展示簡報 我們剛剛走看展示簡報是用標準的 其實你把它點下去 它有另外的兩種 自動播放應該沒問題 反正就時間到了自己判 這個大家可以理解 PowerPoint也有 下面這個其實PowerPoint也有 類似的概念 可是它把這個東西做得比較好 你看我把它 選好之後我把它按下去 這個時候你會看到它有兩個畫面 一個就是我下面這個 這個是要給同學看的 那我先不要進入全螢幕 也就是說如果你有兩個雙螢幕的話 在這個就是廣播出去的那一台 然後呢 我們這邊 後面這個就是我的簡報 所以你看我們在那個 拋後影片就有類似的工程 我現在呢 在廣播的 是不是這個 對假的 那我們從下面這邊 是不是看到我後面 拿幾張投影片 然後呢 拿一張投影片 有寫背注 是不是就在右手邊 可以出現 所以這個是老師端看到的 那同學當看到的 他就很單純 就是我剛剛 的那一塊 那當然這樣沒有什麼啊 可是我們重點在這裡 你看這邊 老師端呢 可以有這些功能 比如說你有到處計時 然後呢 你需要保持安靜的 你需要給它鼓鼓掌的 呵呵呵呵呵呵 以前我這些我都要另外找別的東西 但是現在這個你不用 那我現在把那個視窗 我稍微把它找回來一下 剛剛這邊 比較 好 我現在呢 先來 比如說我要倒數計時 我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 好 好 倒數計時 好 OK 有沒有看到 同學就可以看到倒數計時 那他有快速鍵0到9 所以我說要給同學3分鐘 我就按3 有沒有就變3分鐘 他就這樣 然後呢 我需要五彩的 我就按一個7 這樣就 嗯 就是全效果 那我們要同學注意一下 Q 噓 噓 等一下噓 保持安靜 呵呵 你有聽到聲音 噓 這樣可以嗎 好像不是外面的語聲喔 呵呵呵呵 所以他還有一些簡單的這個 就是 像這樣的一個 東西 就是你可以 稍微讓同學 就是 玩一下 這個就是暫時模糊 比如說答案在上面 我就不要讓同學看法 呵呵呵 但是這個就是我剛才講 要雙螢幕 會比較適合 如果你只能翻一個螢幕的話 那就 比較 不好用 因為就混在一起 這樣老師可以接受 當然他也有互動 如果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互動 在這邊 這個互動 他就是多了一個什麼 文字 就是聊天式的那個功能 所以這個就比較適合 比如說眼角的場合 然後 台下的觀眾 他可能 不是在電腦 就是他的手機 那他就可以 比如說你按下去 好 然後他就告訴你 請你 有沒有在這邊 進入這個網站 然後輸入他的代碼 那他就可以跟你做一些 文字的提問 所以他也有這樣的功能 這樣老師OK吧 雖然他不是 就是那個簡報 並不是要你完全 取代 就是所有的互動 可是他有提供一些基本的互動 我覺得還不錯 而且 像這樣 同學端 對對對 同學端他這邊會看到 喔你可以進入到這個網站 就是我在一個演講的場合的話 他就自己打進去 然後就 打一下代碼 等於說你演講的過程 你不用再把這個代碼 就顯示出來 他就直接顯示在上面 那這樣你就可以跟 大家去做互動 比如說這個我關掉 那我就可以繼續 有沒有發現 我的代碼是持續 顯示在上面 他們不用再問我 老師剛剛這個代碼是什麼 跟我再講一下 MEN 但是請問一下 他這樣的功能 有露營的功能嗎 還是我們搭配 你怎麼知道我後面要講露營 因為我們最後面還有幾分鐘 就是要講露營 你有討論簡報嗎 沒有 有需要 有需要 沒有開玩笑 就是 這個是 等於說我們互動的部分 OK 我們等於 這一段到這裡 我們看我們 堅持之後 他就整個 剛剛那個模式就結束了 麻煩 對 我們